鸡蛋羹拿出来能飘在上面 这个干细程度较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妈做的是扒鸡蛋羹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 来 把这个 火腿呢切成 5-6公分长的丝啊就可以 切丝 黄瓜呢不要放多啊 这切的一半就行 啊 蒸个香 木耳呢切成丝 主要呢木耳在这里起到的是脆啊 入口脆的口感 还能呢增加一下色色啊 是黑色的 这样 切丝 大致呢就是三尺四克啊 就可以不要放多 这些的一半就够了啊 划一刀 去掉松心 然后打斜 切断葱金 这是一道经典老菜啊 看上去很简单啊 下来还是比较摇手的啊 关键是这个蒸这个蛋坑 现在呢把这个鸡蛋抽打一下 然后呢用这个筷子蘸一下盐啊蘸这些盐 出打散开 抽上一分钟 这么停下了 放上两分钟三分钟 然后再拿起再抽 就这样了啊 还有一条 不突噜突噜的了 哎 这就可以了啊 这个骨头汤 一个鸡蛋 放四勺 四勺嘴 这四勺嘴呢 就是二两啊 足足二两 两个鸡蛋呢 三个鸡蛋 四个鸡蛋 哎 这个 烫肉给的就是正好啊 老嫩成都正好啊 加鸡精 盐 葱姜丝 切成沫 哎 哎 这样往一块儿聚一聚 哎 这样就可以了 蛋液下到锅里 蒸上十五分钟 正是上气了 去掉三个火啊 为什么 果太大了呢 蒸的鸡蛋糕啊 上面就那个 起风波了啊 这是一个事儿 第二个事儿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蒸制的过程当中啊 你像这样我现在把火调好啊 一个火了 可以这样一下啊 啊 过去老师傅是这么告诉啊 这么动一下 也就说啥呢 里面那个热气 放一下 然后用这个小火 慢慢的去蒸制 十五分钟 准好 还不老 好了 一会儿见 朋友们 现在是十二分钟 已经熟了 我说十五分钟啊 你要看它准备熟呢 是这样啊 朋友们 你看啊 这样一晃 来 这样一晃 哎 熟了 十二分钟 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火点着啊 挂里四克油 五克油 六克油 都行啊 放入葱姜 放一点料酒 煎汤两勺 大致是 八两 把这些配料 啊 都下锅 加入 盐 鸡精 少来一点味儿去啊 我这个地方蘸一点 味儿形呢 是 蒸鲜 鸡精呢 是 增香 再加上点 骨头汤 啊 没有骨头汤呢 就是清水也可以 看啊 看啊 开锅 把这门撒出去啊 哎 这样 过去老师说呢 这个菜呢 有放点胡椒粉呢 咱们不放啊 大家勾汤 看一下 往里泼 这个叫泼汤 勾这个汤呢 像炸米汤那个汤 效果最佳啊 再加两点淀粉 好了 把火关掉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喜欢割香油啊 可以放点 或者材料油 都可以 咱看一下这个 汤汁啊 什么样效果最佳 看啊 把这个 鸡蛋羹拿出来 能飘在上面 像这个飘在上面 看啊 往这一放 飘在上面 哎 这个干吸程度较好 不管嫩啊 能这样 旋住就可以 滑嫩 鲜 香 如果 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放上啊 虾仁的啊 海粒子 海螺 香螺 仙背 放什么就叫什么 怕什么 鸡蛋羹就干事了 好了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